那您开价多少呢 我们要继续入股 如果只是演员世系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觉得我敢劳烦你亲自跑一趟吗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跟你聊一聊 联合制作的事 联合制作 对 周总 你愿意参与到制作里来吗 五星传媒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好的演员 但你也知道演员这个行业很被动 一直以来都是被各大制作公司挑来挑去的 很少有主动权 周总 未来你愿意成为自己的甲方吗 制作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想过 风险太大了吧 转型确实有风险 但是我们三家公司捆绑在一起 就可以风险共担 把各自的风险系数降到最低 好 孟总啊 我记得上一次你想跟我合作的时候 我五星传媒失去了合作多年的生意 这次你想抢走我什么呢 周总 五星传媒也是从零开始做起来的 一个公司为了壮大自己的团队 捧红自己的艺人 这都无可厚非 当初凌智这个事情 我相信放在任何一个团队面前 大家都会紧紧抓住她 当初周总如果跟我站在同一个立场的话 我相信你会跟我做出同样的决定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你对我的不满 今天既然周总来了 我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希望从今以后 这个事情就让她翻篇吧 算了 算了 既然能坐到一张桌子上 说明我们是有缘分的 说一说你那个短剧吧 你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打算吗 老总 你等到人到了 老总 孟姐 又见面了 你好你好 你好 一个人吗 其他人呢 没来 可是乔宽说 他今天会过来啊 我还没同意呢 他们来什么来 你们已经谈好了理想 那就跟我谈谈现实问题吧 孟姐 那您想要多少钱 我想要多少钱 你们能给的比灵质高吗 虽然我们给的没有灵质高 但是 别跟我但是 说好了只谈现实 不谈理想 那您开价多少呢 那您开价多少呢 我们要继续入股 我们要继续入股 伤俁 explained 我们 contracts 感谢观看